如果说有什么是值得他们遗憾的,那应该就是刘嘉玲没给梁朝伟生一个孩子。 关于不生孩子这个问题,外界的传闻很多,刘嘉玲对此事的说法是,梁朝伟不喜欢孩子,我已经请求过很多次,但是他态度坚决,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? 要知道梁朝伟为人十分感性善良,对家中的一只狗都非常的好,怎么会不喜欢孩子? 于是刘嘉玲生不出来这个传闻被传得满天飞,刘嘉玲本人倒是毫不在意,但是梁朝伟却不忍妻子受一点委屈。 在次访谈节目中,梁朝伟首次回应生孩子问题,他说为什么要生孩子,我和嘉玲现在的生活很好很幸福,孩子的出生只会让我更加担心与不知所措,本来嘉玲已经够让我担心,我没办法想象,怀孕的她会让我多么担心。 不得不说梁朝伟是个好男人吧,他不想让刘嘉玲受这份罪,更不想因为有了孩子而让自己变得更小心翼翼,只是苦了想当妈的刘嘉玲。 看过我们来啦的网友应该知道,刘嘉玲特别喜欢徐娇,她应该是把徐娇当女儿一样的宠爱了吧,心疼嘉玲,如果她有了孩子一定是个好妈妈。